大家好,我是杯仔 今天跟大家介紹魔術 接著的系列就是 杯仔魔術教室 一連一個不知幾多集的系列 首先我們開頭 今天這個小小的魔術 就要一個小銀 還有一個杯 最好玻璃杯 我們剛才準備好了 先夾著 接著拿一個小銀 接著拿一個小銀 放在後面 我們今次玩這個 穿杯魔術 裡面有一個小小的 硬幣 為什麼會這樣的 其實 剛才一個杯 其實我們要準備 兩個小銀 兩個小銀 最好兩個小銀 夾在手上 夾 放在上面 最好就沒有人選到 這樣就可以了 完美 一個就放在下面 這樣 放在 一插一 要放那張 就把這兩隻手指一放 一放 這樣就可以整個小銀 掉到下面了 那就是幫我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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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幫我發二 這個 這個 怎麼變的 剛才 夾著 這樣 這樣 等一下 我們應該用角度好一點 對 換了角度 那我們先這樣 用手這樣放 這樣夾著它 這樣 正面看的話 反面就是這樣 這樣 反面就是這樣 然後 你一 要變魔術的時候 就 這樣就可以了 那 我們試一下正面看 看 反手 不熟了 那我們 試一下 平時的 這個魔術可以和你的朋友玩一下 那我們就來個第三個魔術了 這個魔術 可能你們認識 我們現在變了那些 可能你們不認識 嘿 那關著下個魔術就是 我其實都不是很熟的魔術 就是 暗幣閃發 那可能 今天我就 這個是我們今天 最後一個魔術 那我們就放了這個魔術在手上 可以看到 那我們就開始了 登登 對了 那我們其實 你剛剛呢 可以看到的了 我們試一下快一點 那 我們先 哎呀 抖了 先 我先去講解 是什麼 原理 我們已經看到的了 先夾著它 那我們也是 反面給你 先夾著它 這樣夾 然後就這樣 一滴 咚咚咚 三下的時候 就拋 咚咚咚 咚咚 可以了 是要超快的 我還是要把鏡子 你一拋就要接著 拋就要接著 拋就要接著 咚咚咚 去到最後再示範 多次所有魔術 給你們看看 第一個 第一個 三二一 開始 可能 每天都有點破綻 因為第一個都比較 第二個就耳熟 一點 空白 之一 前一 一 為此 最後一個 最容易有破綻的魔術 你們變我都要小心 1 2 3 有破綻 也有破綻 所以魔術是要快的 是要超快的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拜拜